政府實在很不願意看到罷工 罷工也是勞工朋友 採取權益的一個手段 但是我們都希望最後能夠達成協議 最最重要是不能影響理科的權益 所以我們一看到長榮罷工 政府就啟動 原先就有準備的各種機制 希望讓乘客所受到的影響最小 我們也一再呼籲勞資雙方 趕快達成協議 我們也由勞動部交通部來一方面 希望能夠促成協議 一方面也啟動各種機制 來包括國防部出動軍機等如有必要 我們都從各方面來幫忙 希望最後能夠圓滿